不用再质疑刘凯威杨幂是否离婚,刘凯威这句话答案就已经很明确。 说到娱乐圈最火的一对明星夫妻,相信刘凯威杨幂两人也是站得上上榜了吧?刘凯威杨幂这对夫妻,在去年被网友粉丝可以传了整整一年的离婚啊?这样的被传离婚记录也是没谁了吧? 当然刘凯威杨幂两人现如今的真实婚姻,到至今都还是娱乐圈一个谜团,但在最近也终于都有了眉目。 在许多网友粉丝心中,刘凯威和杨幂的感情已经是走了尽头,无风不起浪,为何外界一直传两人离婚以及婚变,这也是得有根据吧? 为什么传的不是其他夫妻,却只有杨幂刘凯威两人呢? 接二连三的传出离婚的消息也让网友粉丝不得不信。 为何网友粉丝对于刘凯威杨幂两人离婚总是那样的一口咬定呢? 其实很简单,在被传出离婚的刘凯威杨幂,两人在那段时间备受关注可是那个高啊,自然两人备受监视是比别人要多得多,这不在那段时间刘凯威也被拍到和王欧深夜对剧本吗? 始发第一时间,杨幂第一个站出来力婷表示相信支持老公,但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杨幂却一脸的不安和难过,虽然刘凯威也更活表示在片场信号差,看到这样不靠谱的事情实在是太可笑了,猜测分析不少,但抱歉都不是事情,难为有新人这么操心了,没想到会引发这样的误会, 只能说以后对剧本都不在房间聊了,长经验 随后杨幂也在微博上at刘凯威表示,我们很好,谢谢关心,别闹了 短时间这条微博也炸开了锅,粉丝网友看到之后也疯狂的点赞转发以及评论,粉丝,这些都是在故意抹黑你们,太气人了 夫妻俩感情好住呢 轻者自欣不需太多的解释 可见真爱粉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随后刘凯威也转发了杨幂该微博表示,那些可笑的传言就别信了,好住呢 当然刘凯威这条微博也很快吸取了杨幂和自家粉丝迅速围观,两家粉丝心动心,外界传闻自然不公自 粉丝还祝福杨幂、刘凯威永远幸福,都说不用太多理会外界质疑声 如果杨幂刘凯威两人的感情有问题,那很显然在杨幂炸绝门的时候刘凯威并不会因此挺身而出,而不是在事发当天刘凯威在微博发文表示力挺杨幂,这样的举动像是一个夫妻婚变该有的举动吗? 而且刘凯威还是称杨幂微微笑蜜众所周知,刘凯威大从和杨幂公开恋情再到结婚这段时间以来,刘凯威一直叫杨幂都是叫小蜜的 而且这种称号让熟悉,不管外界怎样言语传闻都好,刘凯威和杨幂两人其实感情还是挺好挺稳定的,刘凯威这句话答案就已经很明确 事实证明,刘凯威杨幂两人感情是没有问题的,作祟的只是外界的黑粉和网友们罢了 毕竟从刘凯威称呼杨幂和他们近期的频繁互动就已经看得出来 由此可见杨幂刘凯威两人私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所以也让不少网友粉丝操心了,他们好住呢 而且刘凯威还多次在杨幂面临质疑的时候,也会奋不顾身不怕牵连的挺身而出 从这些日常来看,很显然杨幂刘凯威两人感情是毋庸置疑太多的 随着杨幂在内地越来越火,她保持良好身形的方式也备受粉丝关注,在威 保持小疯子野力 是 这样来的,模仿十几天,同事都开始羡慕我的小满腰了,也难怪杨幂能那么高挑有料,原来这就她保持火赖身段缘故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证明,也让不少黑粉和网友纷纷打脸 这比杨幂和刘凯威曾经多少次都管用得多,所以杨幂和刘凯威,应该就这样一直好下去才对 而不是时不时会被传出婚变,小编也真心的希望杨幂刘凯威两人能够幸福 两人最后也还望私下多相处吧 虽然杨幂刘凯威两人都是处于当红明星,两人视野上繁忙很少聚在一起 但是还是希望他们两人私下可以多点抽时间陪陪多放 不要让繁忙和距离疏淡了他们的感情 毕竟现实中就有很多情侣都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分手的不是吗? 所以两人应该也要注重一下这个才是 看到这里,你是否对刘凯威、杨幂两人有了新的看法了呢?